好 這裡面有出現很多這個重大的這個產業新聞 怎麼樣來解讀 我們首先就來看這個可成 這個在昨天宣布 他處分他的這個可勝跟可利的這樣的公司 本來大家就說紅色供應鏈想起 之前不是在猜 我們節目討論很多次 是不是個立訊會買這個可成的廠 結果沒有 他賣給藍絲 百分之賣給藍絲 那麼大家就開始說了 這時候是不是代表可成 他是要淡出手機事業了 薇良你怎麼解讀 其實藍絲科技 他為什麼叫藍絲科技 就是選英文 L-E-N-S 念起來就是LESS 那事實上就知道 其實這家公司最主要就是做玻璃起家的 那創辦人也是跟立訊一樣 是女生 周群飛 現在就完全是女力崛起新時代 事實上他其實從小 算是過了還蠻坎坷的 因為五歲的時候 媽媽就過世 結果爸爸又因為碰到炸藥 就身體重傷 所以他從小其實蠻獨立自主的 一邊念書打工 那一邊其實不斷的提升自我 那他打工階段裡面其實有意思是 他進入到另外一家做玻璃的大廠 叫伯恩 那在打工的期間裡面 這家公司其實原本經營技巧並不好 不過他默默的觀察 默默的學習 結果那家公司慘到連廠長都跑掉了 結果這個時候老闆問有沒有人要出來接手 結果他願意站出來 經營到第一線生產線上面 結果把整個廠房管理的有聲有色 學會了技術也學會了領導哲學 結果據說這大陸的八卦新聞 後來他跟這個伯恩科技的老闆 好像還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有正式的婚姻關係 革命情感變以身相去 據說這個除了當他員工之外 也當了他的老婆一段時間 那當然後來分開之後 因為他學會了技術 那也帶走了原來伯恩的人才 結果在他33歲那一年 創立了現在的這個藍絲科技 那就開始從這個玻璃起家 到2008年的時候 正式打入了蘋果供應鏈 這下不得了了 因為整個全世界 其實當時在蘋果推出 白色的iPhone的時候 那一款iPhone 因為很受到歡迎是白色的 那必須要在玻璃上面 塗上一層白漆 那這個漆不能太厚又不能太薄 所以其實全世界只有 藍絲科技做得到 當時的產量 據說一個小時 只能生產出三片玻璃 所以讓全世界的果粉 都在排隊等著 白色的iPhone 4 所以其實他的一個地位 從當時就由此可知 一戰成名 那到現在其實 蘋果也相當依賴藍絲科技 那我想這一次 他跟可成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合作 第一個步驟當然是買下可成的泰州廠 那代表他從玻璃要跨入到 進一步蘋果的機殼 那我想這是一個整合 那後續會不會有機會呢 還有這個合作的二部曲三部曲 我覺得呢不排除 為什麼今天可成 原本大家擔心 營收立刻要掉四層 市場還想說會不會股價要跌停 說實 結果你發現沒有 早盤開低之後爆大量開始呢 還翻到平盤 代表說 事實上這一樁交易的背後 讓我們聯想起上個月那個偽創 第一時間呢 他賣掉大陸的iPhone組裝廠 結果呢 好像故事沒講完 隔幾天之後說 入股力訊 結果後面呢 利空變利多 股價呢 反而翻揚上去創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可成科技 已經跟大家講了 也許不久後 我們很快會再見 意思就是說 可能還會有記者會或法說會 後面還有一些轉型的新故事 不妨一起去追蹤跟期待 這只是第一個發佈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故事 那這支阿群 這個禮拜發生很多事情 凱聖KY 合作自己併購 那麼可成我們看這賣場 到底這個蘋果的這個金屬機殼的供應鏈 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慶容怎麼解讀 其實我覺得金屬機殼 他的產業 其實最主要有三個很明顯的變化 第一個 其實就是未來手機的應用 其實他的機殼的部分 金屬的材料會越來越視為 因為過去我們的手機 如果要做得好看 會讓消費者覺得很有質感 一定要用所謂的金屬機殼 他才會有這種質感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賣入到5G 5G的通訊 其實他的穿透力比較弱 所以大多數為了要維繫 這個5G通訊的一個穿透力 他必須得把這個金屬機殼改成 可能是玻璃的或者是改成所謂的塑膠的機殼 所以變成金屬啊 他就只剩下這個外寬可以用而已 他整個的核已經完全沒辦法用了 所以換言之對於金屬機殼廠商來講 他們本來未來的業績的應用 產品的應用就會大大受到一些局限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認為這一次的可成真的賣得很好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從財報的角度去觀察 過去我們在看一家公司 他們的本業到底賺不賺錢 其實我們會去關注這個所謂的毛利率 那這張圖其實是台股的金屬機殼的三雄 的毛利率的變化 台股金屬機殼的三雄 第一家是可成 第二家是鴻海集團的紅准 第三家其實就是凱聖K1 那其實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這個是從2012年到2020年的毛利率 每一季的毛利率的變化 這個黃色的這個是可成的 然後紅色的是凱聖KY 然後藍色的是紅准 那我們注意到過去可成毛利率好的時候 黃色可以來到50% 現在是要20% 現在最新公佈的這一季只剩下22% 毛利率其實已經腰斬了將近一半以上了 那另外甚至像紅色的凱聖KY 它過去的毛利率可能要32% 那今年第一季很慘還掉到 負10%左右的毛利率 第二季有稍微上升到18% 那紅准這個紅海集團 過去的毛利率都不是很高 但是毛利率不高 它也從20%掉到只剩下7% 做機殼的毛利率掉到剩7% 這個其實對於廠商來講 其實它的營運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但再加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蘋果它的策略也在做改變 它希望它的客戶 它的供應商能跟著它到印度去設廠 跟著它到東南亞去設廠 為了去因應整個中美貿易戰 所可能形成的全球世界工廠的移轉變化 但對於廠商來講 我毛利率只剩下7% 剩下22% 比以前過去掉了一半了 那未來的產品的應用 金屬機殼又要視為 所以我這個時候如果不賣 趁它身價好的時候賣的話 其實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更加的辛苦 所以這則新聞我對於可誠來講 甚至我認為看到最近 金屬機殼的這產業變化來講 我都認為台商都在做對的事情 OK 正面解讀 那這個新聞會可以正面解讀了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美國國務卿剛剛講過 增加這個38家的這樣一個實體清單 華為的關係企業 那麼就是擴大實施 這個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本來從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這個華為的整個供應鏈的 這個禁令 是一步一步的越掐越緊 從這個軟體啊 這個設備啊 只要使用這個相關美國 就可以跟華為做生意 那本來想說聯發客 還可以稍微的迴避 這個應該可以過關 沒想到這一次就連聯發客 也被打到了 這麼一個最新一輪的禁令 那麼剛剛看到這個川普 就是要結束 對中國的依賴 這個話講了這麼的清楚明確 相關電子股 現在如果這個投資人手上 有這些相關的股票該怎麼辦 薇良 好我們直接先看聯發客 因為昨天是跳空下跌 那跌離版了 最後是爆出四萬兩千張大量 事實上昨天外資呢 單邊買進一萬張 那賣出呢一萬九千張 所以近賣超大概八千多張 代表其實昨天外資 多空對決也非常激烈 那基本上呢 因為今天呢 持續的往下探低了 代表昨天買進的 全部都被套了 那整個上檔 很多人想說好公司遇到壞事情 是不是可以買 很多人這樣想 為什麼的時候 好公司遇到壞事情 當然可以買 但是這個壞事情 如果會持續一段時間 你就不用急著買 應該這麼說 那我覺得其實 因為聯發哥 當然昨天第一時間 在盤中 就重訓跟大家講說 短期之內沒有營運影響 那我說短期 可能是指昨天沒有影響嘛 你的營運 當然是後面第三 第四季到2021年以後 才去反彈 那我覺得很簡單講一個例子 前面台積電的前橘子 大家就知道了 事實上當美國掐華為 打華為來真的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繞到 因為呢 幾乎說IC設計 包含聯發哥在內 你在設計上面 一定會用到 心思科技的軟體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 必無可避了 那要注意就是說呢 之前聯發哥最高 漲到763的時候 事實上大部分外資的 預估的基準是來自於 明年拿到華為的訂單 搶高通市占率 EPS30到35元 那你乘上大概20倍以上本益比 所以700多元的聯發哥 事實上 它已經反映出 拿到華為訂單的利多了 潛在可能性了 但現在問題就在於 現在反而是顛倒過來 你擔心可能掉單 到底掉多少 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整個外資圈 現在開始鳥獸散 所以我覺得 籌碼跟現行因破壞 基本上呢 應該要尊重一下 股價的一個變化 那連帶影響到 IC設計股 我們看到 這邊直接重點就是轉空的關鍵價 聯發哥今天續跌 那明天 或是說本周 大家要特別留意 這591 如果失手的話 那我覺得整個聯發哥 會進入到一個比較大的箱形 可能是500到700的一個格局 那你真的說好公司又要打沒 是就是接近這個箱形下緣的時候 再來考慮出手 那如果你已經上車的人 我建議呢 應該是逢反彈就先走 那至於說 立基今天也持續的跌停了 跌破了關鍵價了 那聯勇的部分呢 這個倒是可以先注意一下了 因為今天不但有守住這個關鍵價 而且今天其實它整個震盪幅度也不大 中場還是在盤上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雖然說IC設計 可能很多公司都會受到華為的禁令影響 不過這裡面個股的走勢還是有差別 那優先選擇 可能在基本面影響比較輕微 而且籌碼比較集中乾淨 加上現行結構沒有破壞的個股 那這邊來講的話 應該聯勇可以率先做觀察 OK 好 這個很明確的一個建議 沒有破壞的 永遠的